今天我們繼續講 倡記的通識 今天是第二天 因為有很多故障問題 所以很對不起各位斷斷續續 或者結尾好像沒有這麼完整 今天希望比較好些 但是始終是寄人離下的WIFI 所以都有可能是有斷續的 請大家見諒 一般從中國的妓女開始 就是本仲 上次講過的齊丞相本仲 他曾經歷史記載 就是致女女三百 這個女是一個女 但女是門字裏面做個姓女的女 這個是一些建築物來的 女女用現在的說法就是槍管 就有一些供給士兵做一個女性安慰他 有慰安婦的意思的地方 那這個女女三百 就是說她曾經開過三百間 那這三百間還是要收稅金的 就是說那個皮肉之枝是要抽稅 那為什麼要抽稅呢 很簡單 齊國當年要打仗 打仗就是要一些金銀稅款 那所以就要抽稅來幫助這個稅款 那麼及後呢 漢武帝呢 就幾百年之後呢 就設置了營技了 營技呢 就是一種呢 在軍營裏面的槍技 這些人呢 就供給士兵做一種解位 或者他們沒有妻子呢 要發洩這些性容呢 他就有這個這樣的作用 然後那些士兵呢 就掛著呢 心動動動 心掛掛 就變成沒有一個呢 專心打仗 為國家拼命的勇氣了 那麼漢武帝呢 發展這個這樣的事業呢 還在後面呢 加了一些所謂 惡技 或者家技 到了三國的時候呢 自有師技 師家做的 那麼 你知道呢 當年呢 很出名的 爛仔 爛仔頭呢 就是劉邦 好 我做師啊 是爛仔的 爛仔 這個爛仔呢 真是好嫖 好搞事的 是出名的了 那麼另外一個呢 比較出名的呢 就是曹操 這個也是一個呢 很出名的嫖客 也是呢 去到哪裏就嫖到哪裏了 那麼呢 那麼 在 中國歷史裏面呢 這些這樣的 大的嫖客呢 實在很多 那麼 直至到文國的時候呢 孫中山呢 也是一個很出名的嫖客 這個呢 我用後再講了 那麼 尤其呢 中國的娼業呢 去到 唐朝的時候呢 是 最為輕盛 那麼 這個 唐朝 都 宋朝呢 這個 這樣的 時代呢 中國的娼業 可能可以去到呢 一個 一個 高峰期 那麼 其實呢 這些 沒有所謂 高峰不高峰的 啊 在 歷史上呢 這種 這樣的 設施呢 都 啊 走 玩過一段時間 是很輕盛的 好了 那麼 剛才不是說了呢 有官記的 官家開的 所謂 現在用 現在語言呢 就叫做 國家 企業化 或者呢 叫做 國家工業化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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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仲這個 旅類呢 就是 要發牌的 所謂呢 公槍 那 中國最早的 國營企業之一 那 那 那 古書呢 有說 裏面說呢 管子 就是管仲呢 治齊 治齊國 的時候呢 治呂呂七百 那 正說三百 現在呢 其實呢 數數下呢 有七百間之多 珍奇 夜俠之之 夜俠之之呢 就是 嫖廢啦 不過呢 就 文字上寫得漂亮些 啊 就 義聰國庸 那時候呢 叫這些 瑞金呢 就為之 花粉錢 花呢 就是一對花 花 粉呢 就是 粉藏的粉 那 那 這個東西呢 西方有沒有 有 西方呢 在 公元前呢 呢 五百幾年呢 希臘斯人呢 雅典的 首席執行官呢 蘇倫 這位 老兄呢 都曾經呢 在雅典 建立過呢 這個 國營的 娼妓館 也是呢 受到讚譽的 那就是說呢 東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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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 上下的時候呢 都利用了呢 這些 槍技 或者這些 士兵 或者 打仗的 服務 公務員呢 解決他們的性慾呢 解決他們的性慾呢 大家同出 一種方法 就設立這些 類類了 那當然呢 類類這種 這種 這樣子的 槍技的 歷史上的責任呢 也會 對這個 管子呢 管仲呢 也是 這個 發起人 但是管仲呢 歷史上的評價呢 相當之好的 孔夫子呢 曾經說過 如果沒有了管仲呢 千下間呢 就會披發 左任 披發呢 就是說呢 不懂呢 行禮而不懂 整理自己的頭髮 穿的衣呢 就不像現在這樣呢 右球 要左球 好像胡人那樣 就是 萬方人那樣 好 那 那 那 當然呢 槍技這個 這樣的行業呢 得回來的 這些人力資源呢 也是 相當之 淒慘的 那 古時候 譬如管仲的時候呢 這個 槍技的來源呢 這些女人的來源呢 多數是 戰婦 也可能是 奴隸 那 如果不夠打呢 被人滅了 國 變了族的呢 這些 所以 很多時候呢 都會被 蒸進去 旅類裡面呢 成為呢 這個 既女的 那所以呢 這個 當年呢 就 這個來源呢 為之 蟹 這個蟹字呢 就是 蟹字邊呢 就是 水蟹的蟹呢 沒有了山蟹水 那這個 在 甲骨文裡面呢 看回呢 就好像是一個 手啊 套住了 成索的女人 那 這個呢 是 差不多是妓女了 那 官技制度 就維持了很久 那 越皇歐錢呢 輸得過有寡婦呢 在山上 就 使 士子 憂 師者 猶之 以如其意喔 就是說呢 當年呢 都有 二皇歐錢 都有這樣 設立的 技館 刑技 那 當然呢 一 打敗仗 整個家族 滅亡呢 是 很慘的事 那個 族長被 誅殺 或者被俘虜之後呢 那 妻子兒女呢 亂為官技呢 是相當 妻慘的一件事 在現在來說呢 就是一個 不人道 也是一個 沒有人權的 野蠻的行為 但是在古時呢 我們 要知道呢 這些呢 好像是天公地道 這樣 唉 講到呢 中國呢 一樣有奴隸買賣的 你別以為中國沒有奴隸買賣 一樣有奴隸買賣 那當然呢 也好像呢 當時的奴隸呢 無論男女 被買賣的時候呢 真是呢 好像豬狗牛羊一樣 都不視之為人的 那這個呢 很悲壯的一個呢 野蠻行為 在中國呢 封建時代呢 是曾經發生過的 你別以為中國呢 禮兒之邦 就不會發生這些事 一樣呢 有這些事發生 好了 那我們講講呢 當年呢 唐朝管理的業呢 的機構 所謂官技呢 是有 政府機關呢 來打理他們的 是做 政府公務這樣呢 來處理這些這樣的 技業的 那這個呢 最早呢 是屬於太常寺 後來呢 屬於教方 教方這個字呢 這兩個字非常之有趣 教呢 就是教師的教 方呢 就好像哪裏做個 教方的名呢 好像呢 是一個教育的地方 其實呢 不是做 這個教育的地方 是國家主持音樂 和表演的機構 國營管理的 國營管理的 那裏面呢 那裏面呢 的子女呢 都 給他一個厚身 那裏面呢 這些呢 就是 現在所謂呢 玩音樂的官技了 那當然呢 那當然呢 是一個高尚的職業 在現在來說呢 說 是一個呢 藝術家 可惜呢 當時呢 這些官技呢 是沒有人生自由的 那當然呢 現在呢 會宿人都是 reflect 好 那一路發展到 明朝 宋朝 明朝之后 开始 这种官技慢慢 转化了 成为 商业上的一种 行为 五集罪 五集罪曾经 这本书有记载 说那时候的 娼妓是片本天下 还要在大都会 的地方 就是多人的地方 建立了很多 这些这样的 娱乐的机构 截以百万计 千万计 京闭的 周远 都往往有知 这些娼妓在那时候 已经私营化了之后 就不是 官家的音乐 演奏或者 舞蹈的 跳舞者 可能是 圆门 卖笑 卖淫 就靠这些生计 那这些 不属于 官家的 就是一个 私斗 私巢子 这些 当然 这个就 在 现在看到的 武俠小说里面 比如 这个 古龙的 武俠小说里面 在江湖人士聚集的地方多數有時上到紀院 三教九樓的人物聚集 很多時候在這個處境打仗起來 證明在唐宋之後 這個社會都是有一種這樣的所謂紀管的出現 但是也有很多故事 尤其在三言四拍裡面 經常會講到一些在紀管發生的故事 當然也有很多是很動人的 譬如有些紀院的妓女 不是那麼容易賣身的妓女 是會愛上了一些上京的獸彩 考了功名 想上京得到一個舉人 或者進士 做戲曲都看到很多時候就 後援贈金 或者幫助他上京的副考 但是往往很多時候 比如黃斐富貴英的故事 比如黃斐富貴英的故事 就是上京之後 在這個考試之後 得到一些這樣的官閒官職 快要看來 因為黃斐富貴英的故事 還有其他的 在這方面 之前幫助他 因為黃斐富貴英的故事 從來 他還可以協助他 在這方面 替他的負貴英的幾乎 他已經暫時 都不会立为正室 因为他们出身 都是一个 妓院里面的 妓妓 很多时候呢 有故事讲到 他们贪身忘救 利用他的身份 可能娶得更好的 女子 直接抛弃了 这些这样的妓女 王辉 富贵英 这个这样的故事 就差不多 王辉富贵英 你看证明 在那个年代 是真的有 诗人的 忌管的出现 而且相当 众多 成为 社会的一个 行业 而这个行业呢 也不是那么受 上流社会呢 的人的看起的 所以说呢 就是会 启示他们的 这个工作 那你知道呢 元朝呢 的人呢 的分级等级呢 如果呢 娼妓呢 这个娼妓呢 的社会阶级呢 是非常之低的 那又怎样呢 是不能够 他们的子女呢 参加公开事 就是他们已经没有了向上流啊 的一种呢 途径 就是读得书 都不行的 那大家看看呢 金融报小说里面呢 最后一本 陆顶记 陆顶记里面的主角呢 韦小宝呢 就是一个 在江南 一种小宝宝呢 娼妓 管 出身的一种小宏民 他们只能够做小宏民而已 只能够呢 成为一个无賴 没有学会的人 但是呢 金融社这个 韦小宝呢 居然呢 凭他的 怡气 凭他的 奇妙的遭遇呢 能够呢 在社会上 在当中的一个无一 OK 那我们呢 讲完这个 公昌之外 之后 中国公昌历史的 普遍情况之后 我又想讲讲呢 所谓 家忌 所谓家忌呢 家者就是一个大户 古时呢 不是像现在那样呢 是一个 单元家庭 在一些家庭里面呢 是几代同堂 那大家看啊 这个 曹雪琴的《红楼梦》呢 你看到呢 这些大虎尚高呢 是注满了 所有的 全部的人等 那正是呢 他里面的 宜妈姑姐呢 真的呢 都 真的 烦多 有他老太 老太的外家的人 有媳妇的人 也有呢 后来的 女 做女 做儿子的人 而且呢 他们呢 这些 男子呢 既有做官的呢 娶几个太太 一房二房三房呢 真是呢 多不勝数 那大家族里面呢 尤其是荒门呢 就经常有 饮宴 而不只是现在呢 只是有官商勾结的 当年呢 都是有官商勾结 在《红楼梦》 还有在 另一本呢 《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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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呢 在个大家族里面呢 经常要 切现款待 一些官员 或者其他呢 勾结他们的 富商 或者地方土豪 为什么呢 方便他们 找食咯 是吧 那如果 要 欢迎 这些 官员 或者土豪呢 很多时候呢 就要 好的饮食 和呢 好的歌舞 好的歌舞呢 里面呢 其實 醉雍之智 不在于酒 那很多時候呢 很多歌姬呢 出來唱 或者跳舞 余斌的女士呢 都是 就是 一種 一種呢 家里面呢 自然有一個 這樣的機構 小機構 就訓練自己的歌聲 自己的舞蹈 的舞女 和呢 陪宴的女郎 那當然呢 也是 有 他們的 著數呢 有他們 賣弄的 關係 很多時候呢 就要 余斌 這個不在乎下 那 大家 記不記得這個 南北朝的時候呢 兩津南北朝的時候呢 中國呢 家庭結構呢 社會結構呢 是 多了很多所謂 自備的家具 這些家具 不只 人多 實情史書上呢 記載呢 有數十人之多 有自己的樂隊 而且呢 他們的音樂呢 是 唱啊 彈啊 真是 知足 就夜不絕 知足就是 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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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